政治焦点方面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获得国民党的征召之后 民调美跨欲下 甚至被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 横甩10个百分点敬陪莫作 而党内的小鸡无不感到担忧 台北师员罗志强率先开第一枪了 上次他就在节目上跟主持人王浅秋聊到 说他想要发起的运动叫做政党轮替派 谁能够做到让民进党下台 那么王浅秋就问他说 那是否代表不一定要支持侯友宜 他就回答党的一份子对党有义务 最高的目标还是政党轮替 并且他也表示说 会倡议来共组政党轮替大联盟 这样子的话就被外界解读说 难道是换猴的前奏曲吗 因此他原本其实要召开的记者会 也临时喊咖了 而罗志强上午受访时是再度强调说 支持政党轮替没有要排除谁 要外界给柯文哲还有侯友宜一点时间 虽然记者会暂停 但是推动政党大联盟的这个想法跟行动 倡议我们不会停下来 喊出政党轮替大联盟的构像 主张在野党应该携手合作 侯友宜或柯文哲当选都是次要问题 但大约六个小时后 一遭记者会突然喊咖就因为被解读 是开了气保侯友宜第一枪 对于国民党我有情感跟身份上的义务 我会支持侯友宜 可是我个人的情感 个人政党身份上的义务 并没有办法超越台湾民主的总体目标 应该就是让侯友宜跟柯文哲 努力在政党轮替这条路上 能够合作尽量合作 博持记者会取消是党中央给压力 因为现在侯友宜民调低迷 不仅党内传出唤侯声浪 连在脸书上也出现罢免侯友宜社团 只指落魄市长说好的好好做事呢 四周前建立已经有三千多人加入 蓝营为了抢救侯友宜 不止党中央人马将进驻侯团队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出手 号召现任及卸任栏尾组成后友宜 立委后援会全力复权侯友宜 党中央党团智库出手相助 不管旗下要为侯友宜化解危机 华人新闻另外宇婕红旗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